那你这么多年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经验就是自己亲手拿的钱送给老百姓 直接通达市 不经过任何人转接 因为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来支配它 经验就来自我们这些年 韩广西斯善基金会一直在努力地去 努力地去完善它的制度 让它更加的科学化有效化 有地方师地去帮助 也让这些捐赠人符合他们意愿地 去直接帮扶每一个受困的人 所以我们的钱拿来 人家说我想帮助孩子 我们就到学校去 我想帮助老人 还帮助云南云江的 四川亚安的 我们就完全符合他的意愿 针对他的意愿 去做这样的服务 应该说 韩广西斯善基金会做百人系列 今年第七年 已经做到了精准服务 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你说教训 刚才是经验 教训是什么 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 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 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 管理费也罢了 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栽区 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 在我看来 你就是混蛋 所以 我自己成立了基金会 在此之前我们不懂 我们甘着急 其实 现在我们自己又有机会 我们才知道 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 为什么你们不做 你们做不到干净 你们就别怪社会对你的 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话题 这个本分 这个质疑 活该 对吧 为什么航空自然基金会 去年就是全国的透明指数第一名 为什么你们不敢出来公示 其实你就是霸气 你霸气的背后是真实 真的不霸气 真的不霸气 就是胖的事 进入网络时代后 传统的